前臺北市副市長彭震生 以被告身份遭到檢方傳喚 低頭不發異語 訊後以涉犯貪污制罪條例 土力罪嫌限制出境出海及住居 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持續延少 連檢已傳喚北市都發局 三十多位承辦人員查證 十三號檢方在傳喚 兩名人員盜案 釐清案情 從容通過安檢門漫悠悠走在鏡頭前 他是北市不動產同業公會 名譽理事長陳春彤 也是良貿建設負責人 更被外界號稱是大局神秘 大地主之一 身穿淺色襯衫 看起來有些局處不安 這名男子則是中華民國住宅 學會理事長陳明吉 這兩人都是都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委員 以證人身份遭到傳喚 全英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台北市長任內 將今華城的容積率 從前朝的百分之五百六十 提升到百分之八百四十 牽扯上百億的利益 如今檢方為了釐清案情 擴大約談 盡華城改建案 這把貨如何燃燒 外界也備受關注 華視新聞 楊仁敦淵淵華 台北綜合報導 您好 我是宋彥銘 想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緊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頻道